我們是南投縣榮民服務處 我們特別配合台北傳越愛情協會 師兄 師姐 志工 他們每年冬天都會寒冬送來 送了非常豐盛的物資到埔里地區來 我們榮民服務處就針對這個老弱加油收入比較低的 低收入的這些家庭 讓他們能夠到這邊來一點 分享一點這些物資 我們有榮民的志工 榮軍志工 很多人要現場幫他們搬東西 來引導他們進去 所以傳越他們的這些發放的這些人 在榮民的這部分是由你們提供這個名單轉介嗎 是由我們提供 因為我們這邊平常就有在做 這個榮民家庭的一些仿視跟光環 所以我們知道哪些家庭家庭比較困難 那可以 所以可以告訴我們說 我們在這邊榮民有多少 那這個案比例有多少 目前今天我們發放的將近 埔里地區大概有30 對我是說一般我們榮民在這個地區有多少 榮民 這種貧困的家庭 這個可能有將近幾十戶 幾十戶上百戶這樣 那上百戶只有三十位符合可以來領 對他們有中低收入戶 跟低收入的 那全部呢 全部有多少榮民在這個埔里地區 福里地區將近有一千四百多位 一千四百多位 一千四百多戶 一千四百多戶 那我們發放的時候是以戶為單位還是 以戶為單位 一千四百 一千四百 那三十戶是符合我們這個 對對對 所以看起來這個還好 還好 還OK啦 比例還不是太高 是是是 表示我們這個台灣對榮民的照顧 跟他們自力更生的能力還是蠻好的 是 因為四十的話你看一百四十不到 到達兩%啊 對 達兩% 所以我們也有運用各方的資源 除了我們本身榮民服務處的照顧之外 如果還有不足的地方 我們就徵修一些這些社會團體 愛心團體 所以實際上榮民服務處已經有一些 你們自己服務的對象 那這邊是你們在你們的範圍內沒有辦法處理的 是這個意思嗎 就是說剛好有這個資源 我們就配合 好 針對迫切需要的 生活上比較困難 那榮民服務處已經是長期的也有在做管理 那你們關懷的部分是有多少戶 這一千四百戶裡面 幾乎都都 就全面性的關懷 但是有生活上 或是這個 這方面的協助 需要是多少 情難方面的 我們會另外轉案錢 喔 那有多少比例 單位去 這個 每年都不一樣 喔 譬如說今年呢 今年我們還沒有 我這邊只是普里鎮 普里鎮 普里鎮 的話 我們 要討記 喔 就普里鎮有一千四百戶 對 喔 這樣 所以今年的有多少還沒有 一百零二年度還沒有出來 沒有 做 整個單獨普里鎮的討記 喔 那個要回到辦公室才有辦法 喔 這樣 要請辦公室那邊 喔 了解了解 好 謝謝你 謝謝你接著訪問